据报道 因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去年9月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事件举行了公开辩论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时表示 北溪管线爆炸事件不是意外事故 而是人为蓄意 中方认为对此事开展可观 公正 专业的调查并追求有关责任十分必要 支持加快调查进程 迅速查明事实真相 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机构 可以为开展国际调查发挥积极和监视性作用 方文斌表示 中方也注意到俄方就此提出了一份安理会决议草案 中方表示欢迎 北溪管线爆炸不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民生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 关乎整个欧洲的安全稳定 特别是爆炸事件发生在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下 无疑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使对立对抗情绪进一步升级 对话谈判更加艰难 构建均衡有效 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的希望更加渺茫 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 这次事件不是意外事故 而是人为需于进行的 面对详实的材料和证据 相关国家一句简单的完全虚假纯属捏造 显然不足以回应来自全世界的诸多疑问和关切 更不意味着真相可以被掩盖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倾听国际社会 希望加快调查 揭开真相的呼声 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 尽快查明真相 维护重大跨国基础设施安全 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